日本歌后美空云确实是已经30年之久 但他在歌坛的地位至今无人可动摇 被称为传奇歌姬的他曾在二战结束后 用歌声抚慰了日本人的心灵 因此屡屡拿下日本唱片大奖 然而人红是非多 在美空云确实也巅峰之际 突有传闻爆料称 他是得到黑社会势力的支持 才能有如此地位 紧接着弟弟也因涉嫌与黑社会进行交易被逮捕 这使得深陷负面新闻的美空云确一度开始酗酒 已逃避现实 由于不爱惜身体 1989年6月美空云确宣告病逝 上月底举行的第70届红白歌唱大赛中 主办方还特意以AI人工智能的方式让他复活现身舞台 举手投足媲美真人 时隔40年在线舞台 AI美空云确引发不少粉丝的感慨 言恋称赞其宛若真人 歌声优美 可惜日前却有媒体报道 美空云确西下养子家藤和野 因欠下巨债无法偿还 而决定将其旧居东京木黑美空云确纪念馆出售 这一新闻不禁惹来网友热议 直斥其已经48岁高龄 却还如此不脚踏实地 卖掉王母故居来抵偿债务 实在太让人寒心 毕竟这处居所是一众粉丝怀念偶像的圣地 如此仓促地被卖 都不知买家会拿来做什么 其实美空云确曾于1962年 和一人小林婿相恋结婚 不幸的是 结婚两年间 美空母亲一直不喜欢男方 还多次劝说女儿离婚 经过琐事烦扰以及矛盾加大 美空云确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离婚 没有再嫁的她 因为喜欢弟弟所生的儿子加藤和野 故而在其 在其七岁那年 收养她作为自己的儿子 而加藤过季后 和美空云确的关系也算不错 当养母病逝后 这些年都是她在达理美空留下的遗产 只是经商能力不足的她 并没能保住这些产业 首先是云确制作公司 由于经营不善 处于亏损状态 其次投资9200万港币 位于京都的美空云确馆 也因管理不到位而要关闭 再加上将要以9000万港币放售的 美空云确生前居住的大宅 加藤和野真可谓是败家子 如果加藤能早些找专业的公司来接手 可能这些有着美空云确生活轨迹的地方都不用被售出 加藤也可以从中抽出一部分收益作为生活所需 可是加藤和野不愿过回普通人生活 享受做老板生活的她 最终将这些美好回忆给弄丢了 这样的结果实在太不孝 而说起美空云确的璀璨过往 似乎更衬托出继子的无知和不负责 美空云确原名加藤和之 幼年时期母亲便发现她的音乐天分 岁儿带她参加演出 在父亲出行参战前的壮行会上 她的歌声便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战后在清空乐团的舞台上首次登台演出 当时母亲就提出音乐团名称 把她改名为美空云确 后来在参加歌唱比赛 评委已唱得非常好 但一点也不像个孩子大红的裙子 也不符合形象等理由 判定她不合格 而她能够唱出这些歌的婉转曲折 确实也源于她的天分和早熟 但由于她有一颗能够洞察世界的心 这也注定了她以后可能遇到的不止荣光 还有孤独 接着又在横滨参加比赛 评委古鹤正男被她的歌声打动 在赛后找到美空母女 为美空云确声援加油 古鹤是她的伯乐 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后来在蛊惑去世的时候 美空云却还在自己的演出上 含着泪唱了悲伤的酒 值得一提的是 1947年 母亲带着她参加演出 没想到锁城巴士 为了避让前面的卡车 不幸从马路上坠落 如果不是车的缓冲器 卡在了一棵樱花树上 巴士落到河里 全部人员都会遇难 当时她也不幸左手骨折 甚至还休克了 好在郑乔有来村子里行医的医生 前来抢救 让她当晚恢复了意志 彼时父亲还责怪母亲 让她以后不要再让孩子唱歌 但最终被美空云却亲自拒绝了 她坚称自己一定要唱歌 隔年 她在神户演出的时候 跟当时山口祖田刚一雄打了招呼 并得到田刚一雄的赏识 后来山口祖在她艺术道路的展开上 也起了帮助作用 当时仍是无名少女的她 还获得了另外一个人气绝佳的歌手 川田请酒的青睐 让她参加横冰国际剧场的公演 并时常把她带在身边 她也亲切地称对方为大哥 而到后来 她甚至说过能够称为诗将的 只有父亲和川田 1949年 12岁的她参演电影《舞动》的龙宫城 并演唱主题曲 以此作为歌手正式出道 发布过诸多饱受欢迎的歌曲后 与歌舞技出身的新人男演员中村井之著 公演电影《雀鸟草旨》 此后便因戏生情 虽然遭到了周围人的一致反对 但两人依旧是难舍难分 田刚一雄甚至还强硬插手 拜托东映当时的社长 劝说井之著离开美空云雀 而与井之著分手之后 美空云雀还与音乐家小野满有过婚约 但最终还是被解除了 1957年的时候 她前往前草国际剧场演出 结果被女粉丝突然破来不明液体 好在上天眷顾 事后竟然没留下疤痕 同年第二次参加红白歌合战 碾压各大老牌歌手 成为最后压轴出场的歌手 这时候的她可谓迎来了黄金时代 随后在拍摄杂志的时候 她遇见了当时正红的小林旭 小林旭长得帅 会唱歌 还是柔道舞段和高尔夫拿手 简直是当时所有女生向往的对象 美空云雀自然也不甘落后 于是她拜托田刚一雄 转告小林旭要和她结婚 可当时的小林旭并没有考虑结婚这个事情 不过迫于田刚一雄的压力 俩人还是在1962年成婚了 婚后小林旭希望美空云雀 能够投身家庭 于是她也听话隐退 她的母亲曾说过 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就是女儿和小林旭结婚 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 女儿和小林旭离婚 而在结婚仅仅一年半左右 美空云却突然身体不是住院 之后匆忙召开记者赵建慧 宣布了离婚 田刚一雄和也出席了见面会 此时小林旭和美空云却已经分居 小林旭表示对这段感情仍有迷恋 暗指离婚是美空云却单方面的意志 不过她在见面会时却又表示不能说离婚的理由 说出来是对彼此的伤害 这次失败的婚姻 让她认清自己一生想要托付和现身的还是艺术 于是她告诉母亲不管以后会遭遇什么 一辈子都不会再舍弃一道 她是畏意而生 也将与一共存 离婚后 她全面付出 另外也会与母亲一起参与综艺节目 1973年因为弟弟犯事 他们一家与山口组包括田刚一雄交往密切 遭到全国范围内很多人包括媒体的抵制 接着她辞退了NHK红白歌战的压咒 想要全力带养子加藤和也 只接受教育电视台的美空云却秀这个节目 直到1977年才修复与NHK的关系 但之后也没有再上过红白歌会 进入80年代后 她遭遇了人生的多重打击 1981年母亲因病去世 随后带自己如父亲一样的田刚一雄也去世 隔年一起成长过来的好友江丽一样相继去世 而到了1984年 她的至交大川桥葬又告别了这个世界 更令人心痛的是 血脉相连的两个弟弟紧接着又退出了她的生命 空前绝有的寂寞和悲伤将她包围 导致她每天都靠饮酒 吸烟消愁 身体也被慢慢侵蚀 加藤和也大概是她唯一的支柱 毕竟为母则强 美空云却是个严厉而慈母 儿子犯错 她都会在众人面前不顾情面大声呵斥她 制片人大友和夫曾经见状后直说被吓到了 而调皮而大胆直爽的美空云雀 还曾因为欢喜而在片场吻过大友和夫 大友同样被惊呆了 在场的人也瞬间愣住 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回归到母亲的身份无论多忙 美空云却都会给儿子做第二天的便当 也会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且演唱 还演说自己对儿子的四点要求 就是善待万物 不要给他人带来麻烦 温柔对待他人 好好对待自己 而这些其实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到了1987年 她在九州演唱时 两腿和腰部鸡疼 后被查出患有慢性肝炎 以及两侧鼓鼓坏死 随后她开始了长期和病情的斗争 虽然住院 但是她仍跟媒体表示 还是想唱歌 第二年 她与巨蛋举办不死鸟演唱会 在《身体不适合病痛》中 热唱了39首歌 而且会场备有简易床 也有随时待命的医生 可以说她已经做好了一切离去的准备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 大概有一百米的花道 她歪歪扭扭地走着 不顾仪态地坚持 去一个个握粉丝的手 直到走到终点 她终于到了下去 然后立马被送上救护车 而这场音乐会 也真的成为了传说中的 不死鸟演唱会 不死鸟演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